就是面前这简简单单的红豆粥 也是颇见功夫的 魏无羡一边喝 一边舒服地轻淤一口气 蓝忘机又给他加了一个 外皮晶莹剔透的蟹黄苞 看他吃完 又加了一口爽脆的腌萝卜 这都是魏无羡平日里爱吃的 魏无羡一连吃了五个蟹黄苞 喝了两小碗粥 又将桌上的四五道菜全都吃光了 才心满意足 蓝忘机抱起魏无羡 嗯 柔软又心香 一脸阴切地道 魏英 要喜悦吗 魏无羡觉得这天气是有点热 嗯 出汗了 碎点了点头 两人住的小院里便有温泉池子 蓝忘机抱着魏无羡一步一步走去 魏无羡贴着蓝忘机的耳朵 轻轻道 蓝湛 你说这水里会不会有水灵之力啊 热气喷在蓝忘机的耳边 让人心筋摇曳 可以试试看 同一时刻 江城醒来了 他恐怖万分地望着于白龟 眼前之人 已经不是他熟悉的那个 在他面前一向唯唯诺诺的表哥 而是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 在此前的十几年里 他从来没有意识到 或者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表哥居然是一个如此残忍恐怖的人物 但等自己今时今日 发现他争獰念墓地时候 自己却已经落入了他的手里 江城感觉自己如同是在做梦 一个再也醒不过来的噩梦 于白龟 你不要轻举妄动 我劝你还是赶紧放了我 否则 一旦事情败露 你于家满门 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江城嘶吼着说 虽然明知自己的这番恫吓之言 对于白龟多半没什么用 但江城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救命稻草 城表弟 你还是不要叫得这么大声了 你声音小一点 我还是能听清楚的 于白龟冷笑道 你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我刚才得到消息 江丰年已经被人抓走了 其实就算没有抓走 一个废人 又有什么用 他有能力从我手上救走你吗 于白龟的话 像一记闷雷轰在江城的心头 此刻的江城 浑身就好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 瘫软下来 两眼无神 确实如此 就算自己父亲逃了出去 能不能找到自己 也不一定 及时找到了 他的修为已废 一个废人 又弹劾营救 于白龟冰冷的眼神 看着江城道 你觉得你还能逃出去吗 还会有人来救你吗 江城绝望了 父亲修为被废 整个江家七零八落 心流云散 还会有谁来救自己 现在江家 他只与自己一人 身陷囚龙 又如何逃得出去 既然如此 那么 还是老实一些吧 起码能省下不少力气 多坚持几天 是吧 于白龟一脸亲切地说 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那个姐姐江艳离已经死了 江城坚难道 你们杀的 于白龟道 他那是自己作死 蛊虫反噬死的 再说了 你不是为了自己逃命 丢下的他吗 江城泪流满面 嘀嘀怒吼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明明叫他躲起来的 我去帮他引开追兵的 于白龟哈哈笑了 躲起来 引开追兵 哈哈 江城 你还能说得更搞笑一点吗 那里连棵树都没有 你让江艳离躲在哪里 假话说得像真的一样 不就是你自己怕死吗 江城 你 让你闭嘴你开口 你什么你 听不懂人话吗 于白龟眼睛一眯 胸光一闪 二话不说 一鞭子抽了过去 啪的一声 江城一声惨叫 皮开肉绽 于白龟音策策道 我的成表弟 你还记不记得 我九岁那年 只因为一个小玩具 和你起了争执 你那个好母亲与子渊 便用一瓶灵气紫电抽了我一遍 你知道紫电这种一瓶灵气抽在一个九岁孩子身上有多疼吗 你知道我在床上躺了几天 三天 整整三天啊 现在抽你的只是普普通通的鞭子而已 你叫什么叫 又是一瓶抽在江城身上 鲜血迸飞 江城腾的浑身哆嗦 于白龟道 成表弟 我只是很好奇 想要知道一点东西 你老实一点 咱们好好谈谈怎么样 江城 你 你 究竟想要知道什么 于白龟又是一鞭子抽过去 江城腾的几乎晕厥过去 只听于白龟道 我想要知道什么东西 我自然会问你 你算是什么东西 居然敢反问我 真的听不懂人话吗 也是 像你这样的畜生 听不懂人话也不奇怪 江城墙忍心中的恐惧 怒喝道 不管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不会告诉你的 啪 又是一鞭子 于白龟宁笑道 不说 老子打到你说 老子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打断 再接起来 再打断 看你能忍多久 一边挥起鞭子 一边吩咐道 准备参汤 灵药 要最好的 可别让我最亲爱的表弟晕了 或者死了 那就不好玩了 看着于是门声转身出去准备东西 这一刻 江城感觉到了真正的 洞彻心扉的恐惧 金灵台上 金子鱼急匆匆地 往金子瑶所住院落赶去 他按金子瑶给的地址找去 竟然发现了 他死去安葬了的母亲于子渊 在一个昌疗之中 过得暗无天日 苦不堪言 他震惊 愤怒 痛苦 他想就于子渊离开 老宝竟然不让 原来这是金夫人吩咐过的 老宝子怎敢为妞 而且 这昌疗居然还是金灵台的产业 金子鱼心里满是对金夫人的愤恨 恨得咬牙切齿 真恨不能将之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他没有办法 只能回金灵台找金子瑶想办法 他人虽小 但脑子还算灵光 既然金子瑶能将这地址给自己 那么 肯定是愿意帮自己这个忙的 只是不知道 金子瑶又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他人虽小 但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善意 好处 天上掉馅饼的 最大可能就是把自己给砸死 但为了能救于子渊 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刚走进门口 便听到金子瑶似乎是在和谁讲话 门口竟然没有人守着 鬼使神差般的 金子鱼悄悄靠近门口 声音清晰起来 大狗 你说 这瓶子里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金子瑶的声音 这是五更断浑散 乃是五种奇毒混在一起 无色无味 中之无药可救 最妙的是 放进饭菜之中 反而像是美味的调料 更加刺激人的食欲 张大狗的声音 金子鱼悄悄从门缝里看进去 只见桌上放着一只白色的小瓷瓶 瓶中应该就是那五更断浑散了 金子鱼的眼神闪烁了两下 只听到金子瑶道 大狗 我们齐山温氏 乃是千年 传承的世家 怎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毒药 你从哪里得来的 等下自己扔了吧 张大狗一脸惭愧 紧张的额头上都浸出汗珠了 一叠声道 是 是 是我该死 等一下马上便扔了 公子稍安勿躁 这是今日收到的消息 您先看 金子瑶借过几张纸 看了起来 才看了几行 眉头皱起 道 大狗 有点麻烦时 你随我一起出去处置一下 说着话 人便站了起来 朝门口走来 那张大狗自然意不意去跟在他身后 不意去跟着这种下室的病毒活 就先看了你 刮到这种下室的病毒活